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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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小朋友聚在一起 为的是要参加今年七月的小铁人三项比赛 今天的活动是体能训练 目标是木炸山上的张三四 每次成大都会有一件体型 你今天是什么 坚持 每一年都坚持 今天的训练你觉得会可以成为成功 应该会 每一次每一次都會嗎 嗯 會吧 郭祥雲一出生 著手就少了一截 但他勇於挑戰 熱愛運動 每年都報名小鐵人三項比賽 現在也是學校的田徑校隊 不過對於七月的比賽 他的心中倒是有另一種期待 因為有朋友一起參加比較好玩 可是你參加不滿格子啊 對啊 那為什麼不滿格子啊 因為會有陳欣儀獎 不過每年都有參加的 祥雲參加的原因就是愛運動 不過欣儀卻不太一樣 缺少右手的陳欣儀 喜歡交朋友 從來不會錯過班上的活動 就連小鐵人比賽 也要結伴一起進行 因為有我朋友陪我 然後咧 因為我想知道他不會等我啊 因為我朋友會等我 所以你們要一起跑喔 對 可是可能一怪誰跑比較快就會怕等啊 不是啊 我們兩個一起跑啊 雖然說今天是體能訓練 但距離比賽日期還很遠 大家走著走著就玩起了剁將草的遊戲 說好的體能訓練 變成了假日出遊囉 你比這個力氣還好 還好 那都輸囉 對 爸爸輸了 沒有 這個是我爸爸幫我拔的 我贏他剛剛來 那你也要參加 你會不會很緊張 不會 你覺得哪一個最厲害 腳踏車 哪一個最厲害 為什麼 因為我平常就是去運動 都會騎腳踏車去 然後我也最喜歡是腳踏車 陳彭君可以說是標準的都市小孩 貼氣一熱就渾身不舒服 完全不想動 平常放假的時候 他會到靜思舒軒當小志工 把書牌整齊他就很開心 舒軒跟來爬山 你比較喜歡那一條嗎 舒軒 為什麼 耶 這可以不可以一直 一直泡很多東西啊 然後他在車上繼續流汗 啊 是不是就會流汗嗎 對啊 那你喜歡流汗嗎 我喜歡 可是流汗會變瘦耶 可是 我不想流汗耶 對不起 爸爸媽媽希望彭彭可以多多運動 但也擔心 他沒辦法完成這次的小鐵人比賽 我覺得最重要應該是 不用是說好像特別 要去跟他比那個名詞啊 或者是說要多快 可是在過程裡面 就不要半如而備 那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就是不要去害怕 小鐵人三項比賽 分別是游泳 跑步 騎自行車 不喜歡流汗的彭彭 最害怕跑步了 欣宜最擔心游泳 由於右手少了一截 在學習游泳的過程中 欣宜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心力 這一天 他們特別請了游泳教練來指導 童彭彭想要把自由試練好 而欣宜則希望換氣可以更順暢 他上個禮拜 就學會換氣 但是也不是說很會換氣 那種側邊的換氣 他是整個人都這樣翻過來 變成仰翻這樣子 然後就換氣這樣 欣宜很認真 依照教練的指示慢慢學 不過右手少了一截 重心不穩 自由試游著游著 就變成了仰式 那妳是說妳之前換氣的時候會怎樣 換氣的時候會沉下去 那剛才教練怎麼可以講 他說 要換氣的時候 嘴巴卡起來一點點就好 然後不要再整個頂 對啊 不要一直360度大翻轉 所以是不是有進步嗎 沒有 說到游用重心不穩 左手少一截的祥雲 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游的時候哪裡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手會比較短 左手要拿起來都比較出力 就是如果前右邊的話 就趕快用左邊來用 如果用 如果左邊趕快斜過去的時候 就用右邊來游 路上一條蟲的蓬蓬 到了水裡變成一條蟲 在水裡不會熱也不會流汗 蓬蓬非常認真的練習 因為我知道他會自由式 只是我不知道他會到什麼程度 上次我看他這樣子的長度 有可以流14趟 就是間斷性的這樣14趟 我覺得那應該體力是OK的 蓬蓬常常和媽媽去游泳 不過他的自由式換氣不太順 讓媽媽有點擔心 我怕說他如果嗆到 然後就是反應不知道會不會怎樣 最主要是深度 然後現在深度如果110的話 反正他中間起來休息 那就還可以 幸好小鐵人比賽的水深 只有110公分 中間也可以起身休息 再繼續前進 對於這群第一次參加的好朋友們 教練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所以這三個同學 基本上那個自由式 我覺得都非常好 把體重非常好 都非常好 這個妹妹開始的時候 因為關的角度太大 本來自由式 到最後會變成被養飾了 既然跟他調過來 只要抬頭最好不要轉身 教練的指導給了實質的意見 剩下的就要靠他們自己回家 努力練習囉 大家知道小鐵人三項比賽 要完成哪些運動項目嗎 其他是有分年齡限制的 像在8到12歲組 你要游泳200公尺 路跑1.25公里 騎單車要騎3.5公里 而且沒有時間限制 只要能夠完成 就是最勇敢的小鐵人了 所以這項運動最大的目的 是要希望讓小朋友 勇敢挑戰自我 養成運動的好習慣 在今年總共有3場小鐵人的比賽 第一場就辦在東區 我們祥雲一個人就去報名了 5月份的小鐵人比賽 我們趕快先去觀摩一下吧 今年5月小鐵人的東區比賽 首先在宜蘭登場了 祥雲很早就報名了 所以大夥決定先來做賽前的觀摩 順便幫祥雲加油打氣 一早就完成報道的祥雲 已經在游泳池準備比賽了 266到273的選手 請你們到游泳池 到游泳池裡面 天生的在媽媽肚子裡面就這樣 我掏字腳多笑 我掏字腳 這是小 對啊我掏字腳 7月7號 7月7號 熱就位 預備 小鐵人三項比賽 並沒有時間限制 主要是鼓勵小選手們 堅持到底的精神 也希望小朋友養成運動的習慣 哪裡啊 他在哪裡啊 我走不走 翔雲從小學三年級 開始參加小鐵人比賽後 就沒有缺席 不過他第一次參加時 卻要克服許多的困難 是他的堅持感動的大家 那不然說實在我認為小朋友 我不需要那麼累的自己 那他第一次的時候 他那時候上夜班 所以祥雲沒有人陪他去 是阿嬤 阿嬤因為臨時跟我們去 所以阿嬤跟祥雲事實上的互動 也不太熟 可是阿嬤就是可以幫他帶公車 坐公車到那邊 他說他那時候到的時候 他女兒已經自己完成報道了 已經不知道去哪邊 借一台腳踏車了 祥雲加油 祥雲加油 加油 加油 推下車交際 少了少著手 一點也沒有影響到祥雲騎自行車 倒是一旁來加油的彭彭 因為天氣太好 太陽太大 已經快被樂昏了 很開心 看到我們現場呢 還有很多很多的 幸福樂昏了 贊助我們 今年全國 小鐵人三項比賽 也許是游泳 騎自行車 最後跑步1.25公里 現在的祥雲 已經能在30分鐘之內 完成比賽了 每一年都來參加小鐵人比賽 他不會退縮 沒有看到他退縮的樣子 他還不會說 我的成績其實不好 為什麼還要再去參加 他是真的用他的熱情在參與這個活動 因為小鐵人三項絕對不是你想的 只是玩 他還有他的一些熱情 必須你要投資在那個比賽現場 而不是只為了名次 為了名次 你可能會覺得你這麼辛苦練習 得個第三名 根本就不是我要的 我要第一名第二名 我根本不是要第三名 可是你已經忘了這個中間的過程 對 那我發覺這些孩子 像我看到祥雲 他是在 他在喜歡這個過程 對 他玩得很開心 嗯 講完這組之後休息一下吧 指指在哪裡 那個放到這裡 他只要你有完成 就會給你上升 看似簡單的比賽 對缺乏運動的都市兒童來說 依舊充滿挑戰 觀摩過這場小鐵人比賽之後 欣怡和思佳決定開始加強體能 欣怡那個是你的本子嗎 對啊 他就故意用力了 欣怡好嗎 這是交際 他故意 交往生際 交往生際 這個花要在外面 每天放學後 欣怡和思佳會在學校操場 練習跑步 為了督促自己的進度 他們每一次都會測量時間 思佳還把跑步畫成圖 原來旁邊還有不知名的人加油呢 比賽時跑步長度是1.25公里 換算下來 要連續跑學校操場七圈 對於欣怡和思佳來說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然後那個老師還講 不是 而我們的捧捧呢 則是跟著爸媽 去了一趟和歡山之旅 對於其將到來的比賽 好像還沒什麼概念 看吧 看吧 什麼東西看吧 看吧 就是加油 啊什麼事情要加油啊 蛤 欸你不見了 關軍要在了 其實他現在我是覺得說 單向拆起來的話 應該是OK 那就怕就是說 他當下的臨場反應 不知道好不好 反正我們就是 只能做到就是 叫他不要緊張 然後 慢慢來啊 反正第一次比賽沒經驗 就看狀況給他加油這樣 小鐵人三巷裡 紅紅最有信心的 就是騎自行車 為了比賽 媽媽還特地買了一部 適合他升高的腳踏車 我有下油 可是我還沒有洗這個人子 還有擦油 這樣不然他沒有 會很容易壞掉 然後還有麻痺 然後還有手電筒 還有開 然後小燈 然後還有這樣 然後 這樣是大燈 這是小燈 然後這個是閃 然後後面也有 這個是 這個是一般的 最靠地 然後呢 這個是閃的 這個是注意 怎樣 然後這個 這個你沒有騎的時候 不能調 一定要在騎的時候 才可以調 不然這個 這台會很容易壞掉 然後有巴掌 比賽前兩天 彭彭的爸爸媽媽 開始討論 要準備什麼東西 看來他們比彭彭還要緊張 又期待呢 只希望彭彭能夠全力以赴 請用一下 唉 這個彭彭啊 還真是令人擔心呢 想到玩的時候 嗚嗚眼睛都會發亮 想到運動啊 就全身無力 他真能夠跑完全程嗎 彭彭你要加油囉 心意很可愛 幫這個隊啊 曲名叫做 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對不對啊 看起來真是 哩哩啦啦 他們真的能夠 跑完全程嗎 趕快去看看吧 我們四點半起床 五點就出門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 大概五點四十幾分 睡晚起來的 對啊 我們都準備好啊 我是興奮到睡不著 不是緊張到睡不著 感覺很新奇有趣啊 所以很興奮很想試試看 就怕游泳游不完 就游不了兩百公尺 就放棄 預備 首先 出賽的是祥雲 他的自由式游得更好了 速度也比上次還要快一些 祥雲加油 加油 我愛上游泳 我們要去找畫面 剩下七月 雖然現在只有早上八點半 氣溫卻已經上升到 將近三十五度 但是愛運動的祥雲 仍然享受著比賽 他喜歡這個感覺 那我覺得這感覺很好 所以媽媽希望你繼續 維持這個感覺 因為這感覺在你以後的路 你一定要用到 堅持跟勇氣 騎自行車對祥雲來說 並非難事 3.5公里的路程 只花了大約十分鐘 接下來 就換心儀和思佳要上場囉 預備 或許是有點緊張 再加上對場地不熟悉 欣儀和思佳都拿了古板慢慢前進 不管做什麼事 反正盡量把它做完 即使是用走的 用什麼方式都可以完成這個結果 比較重要 就是我希望他就是 參加這個比賽 可以學到的一些東西 欣儀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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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我們的小孩子 就是能夠勇往之前 他現在已經慢慢的長大了 我們當然我們會慢慢的 慢慢的放手 要讓小孩子 去自己去花灰這樣子 給我 好 給我 好 給我 然後慢慢來 慢慢來 加油 好 這個給我 趕快去 加油 好 加油 最後上場的是彭彭 看他換氣姿勢標準 游泳的架勢十足呢 他是比較熱度 只有熱度的小孩 可沒想到到最後 然後他還是覺得 還是堅持想說 那他想要完成一件事 這個態度是有出來的 翔芸完成比賽了 今天的成績是三十分鐘左右 雖然跟上次的成績差不多 但翔芸很開心 享受比賽的過程 快點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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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會比了嗎 我會現在在騎腳踏車 正當翔芸抵達終點時 欣宜和思佳 好不容易游完了200公尺 喔 游到游了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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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沒有游過這麼久的 喔 太厲害了 好厲害 欣宜來幫誰加油 虹姨 欣宜來幫誰加油 姐姐 好 紅米 祝祥語 加油 欣宜和思佳只剩下跑步了 加油 海满满的腳踏車 也快完成了 欣宇只是 他只是有一点不方便而已 可是他在 他的这不方便当中 他确实能够把 他的潜力花挥出来 我随着直接地说 我们都很欣慰这样子 那他也 慢慢地长大以后 会朝着他 自己的理想去 去迈进这样子 那你不要 你反正就是不要 不舒服 就倒下来 就是慢慢地长 没关系 还有一圈而已 好 加油 好 加油 顶着35度的大太阳 平常最怕热的蓬蓬 没有退缩 反而勇往直前 所有的潜力 都在这一刻爆发了 水 没力了 游泳跟起脚车其实是很感动的 那跑步会希望是说它下次再参加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全程用好的 那这应该是下次的一个目标 下次还要比吗 下次还要比吗 要了 1 2 3 完成了 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人有无限可能 只要坚持到底 你也可以成为下一个小铁人哦 加油 嗯 看来这个对不对啊 表现还真是相当的不错呢 尤其是我们的蓬蓬啊 跑过来的时候啊 虽然气场吁吁啊 但还算是啊 跑完全程了 嗯 让张宝宝非常的佩服和感动了 而且这些小朋友啊 他们真的是发挥了 小铁人坚持到底的精神了 不过说真的 张宝宝鼓励大家哦 小朋友在你们生命过程当中啊 不要遇到任何的问题 记得要坚持到底 打败那些困难 那你也是最勇敢的小铁人哦 哎 说真的 看到这些孩子啊 坚持到底的精神 让我也觉得 嗯 热力无限 好 我要继续来锻炼了哦 出发 参加比赛 这一晚晚微笑月光 安安静静 呵护我回家 谢谢你的手光 让我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风呼呼 也变成温暖旅途